竹子难乏 竹条难破 用柴刀去扛就扛不到那么干 数吨轻竹该如何运送上车 谁能帮帮我吗 当传统机器面对新式发明 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看你们这个笑容 一个个精美竹制品的背后 又藏着多少心酸 欢迎收看我爱发明 青春发明会之 取竹有道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 入屠苏 逢年欲节 燃放烟花爆竹 这种习俗古已有之 在古代因鞭炮的稀少与昂贵 普通百姓就会通过燃烧竹子 发出的噼里啪啦声来代替鞭炮 这也是爆竹之名的由来 在阵阵轰鸣的爆竹声中 人们辞旧迎新 抹去世事的沧桑 带着回家的欣喜 承载着一年的收获 你不要 好烦啊 迎接着团圆的温馨 这一声声的爆竹鸣响 仿佛穿越了时空 连通了古今 它既承载着过去 也宣示着未来 因而 人们对挺拔修长的青竹 一直都情有独钟 那么对我们如此之重要的竹子 是如何砍伐的呢 其中又有何难点呢 梁坑呢 现在这个株商呢 发展到了一万七千多亩 这个一厂的 这个株业场业这一块呢 我们也一年 可能有一万多吨的这个毛主 厂值也达到了六百多万 那我们现在呢 从今可支配收入 百分之七十是在 这个株场业这一块的 梁坑村是福建省龙岩市 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而其致富的缘由 就是因为 当地盛产毛竹 毛竹不同于一般的青竹 它长度更长 体型更大 竹材厚度更厚 韧性更强 比其普通的青竹 更适合制作各类竹制品 因而价格也更高 然而 正因为其突出的各类形状 导致了它的砍伐难度也更高 且生长于 崎岖山林中的毛竹 也因山区的地势陡峭 常规伐竹的大型机械设备 根本难以进入山间 这大大增加了砍伐的难度 而其中最难砍伐的 就是竹子的根部 我们的毛竹的利用力 跟重量是在根部这边 毛用柴刀去扛就扛不到那么干 由于竹子根部的竹肉更厚 在当地竹制品加工过程中的价值 也就更大 因此竹子越往根部越值钱 如果能够尽可能多地 保留竹子的根部完整 不但能够提高竹子的利用率 给竹农们增收 而且还能加速竹子根部的养化腐烂 有利于竹子的二次生长 然而竹子的根部 却是竹子最为坚硬粗壮之处 传统的柴刀和传统阐竹机械设备 都难以完美地将其砍伐下来 甚至部分竹根的承重力 能超越4000千克 这相当于数台常规小轿车的 重量之和了 我叫马兴鹏 今年48岁 我研发了一款电动剪 它具有节能高效 操作剪边 使用安全的功能 可以剪到毛竹的根部 那么提高了竹笼的效益 最主要是可以提高竹笼的收入 对于从小在竹林下长大的 马兴鹏来说 他对竹子有着特殊的情怀 正是因为他与竹子的长期接触 使得他更加清楚 伐竹的难点所在 那么他研发的设备 是否真的能解决 竹笼伐竹过程中的难题呢 我们现在进了测试 我们这一款这个伐竹锦 它是用锂电池来续含的 马兴鹏团队研发的这个电动伐竹锦 主要是通过背负式的锂电池 带动锦刀的自动化运作 设备开启之后 伐竹锦中的高速电机 通过变速箱降为低速 释放出更大的能量 增加了设备的咬合力 通过现场了解 我们的确可以看到 这个设备操作简单 携带方便 但是它的使用效果究竟怎么样 是否能够将竹子一次性剪断呢 那您给我们演示一下呗 直接卡着就可以是吧 对 直接卡着就可以 卡着根部因为竹锦的 量力会更高 就可以卖更多的钱 对 一下就可以了是吧 这个看似简单的伐竹锦 蕴含的力量可不小啊 粗壮毛竹的根部 瞬间就被剪断了 然而对于竹笼来说 一般只会砍伐 生长了三年以上的老竹子 这些毛竹更粗 硬度也更高 那么发竹简 面对需要更高咬合力的老毛竹 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这个可以吗 可以了 开始了啊 好 开始啊 很平整啊 对 没问题的 在马仙棚不到三秒的操作后 这根三年以上的老竹子就被剪断了 整个过程看起来很轻松 但是对于竹笼来说 复杂的地势环境 对于砍竹工具的挑战性更高 那么这台设备 如果在山坡上使用的话 是否还会如此便捷呢 为了加深测试难度 我们在经过这片竹林 负责人的同意之后 将测试地点 不但选择在山坡上 而且还选择了 硬度更高的石墓来做测试 好 那我们测试啊 刚刚这个是超过8公分 我们稍微用力一点 好 那我开始了啊 走开 走开 对 好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 通过一系列的测试 我们能够看到设备的咬合力 能够适用于不同硬度的竹子 不但高效快捷 而且方便安全 那么咬合力测试完之后 这台设备的速率 究竟能比人工快多少呢 我们准备进行一场比赛 来得出结论 为了更直观地计算 法竹简究竟比传统人工快多少 我们找来了当地五位 经验丰富的法竹师傅 和马仙鹏的一台法竹简 进行比赛 比赛规则很简单 由长厅县梁坑村的副业书记 担任本次比赛的裁判 并且为比赛双方各挑选出 直径和地理位置相似的 20根竹子进行标记 红色为人工队 黑色为机器队 最后根据比赛双方 法竹的速度和质量 得出结论 我刚才跟马叔说的 他那个简单 如果他的效益那么好的话 那我们的租商的效益 成本会降低 好 那没事的话 咱们就先开始 好吧 好 3 2 1 开始 人工往右边 机械的往左边 传统人工队由于人数上占据优势 所以他们相互配合 每人负责一根竹子 同时开始砍伐 而机器队这边虽然只有一台设备 但是速度很快 率先完成了第一根竹子的砍伐过程 伴随着机器一开一合的声音 机器队这边已经完成了四根竹子 而此时 人工队速度最快的一位师傅 也砍完了第一根竹子 紧接着 其他传统伐竹师傅也陆续完成 由于人数上占据优势 传统人工队一下子 就追平了机器队 就在双方速度不相上下的时候 机器队这边有一根竹子 和旁边的竹子离得很近 由于间距的问题 限制了剪刀的正常发挥 机器只能不断调试着合适的角度 虽然机器效果很不错 但是还是耽误了不少时间 而人工队那边也并不顺利 在将近40度高温的天气下 顶着太阳工作的师傅们 也已经满头大汗了 现在就砍第二十根了 那就是最后一根了是吧 对对对 传统人工队这边 最后一根竹子砍断的同时 机器队那边也结束了 二十根竹子的剪刀 所以比赛双方整体在速度上不相上下 机械剪的它的根部剪得比较低 第二个就是剪得比较平 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用柴刀去扛的 它这个就会浪费 最起码五六公分 经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 法竹简与传统人工砍竹相比 最为明显的优势就是 能够将竹子从根部剪断 并且横切面很平 这样不仅仅能够提高竹子的利用率 增加竹农的收入 而且还会有利于竹子的再生长 那么当地就没有其他设备 能够帮竹农解决这一难题吗 油锯通常是用来伐木和造材的动力锯 其锯切机构为锯链 操作简易 作为用油料驱动的自动工具 油锯的功率是要超过普通电锯的 所以它的威力更大 能够将不同口径和硬度的竹子 或者木头轻松锯断 而且锯面平整 很好地保留了原材料的使用价值 是当地竹农采伐过程中的得力助手 那么伐竹简 比起油锯伐竹的效率和质量 又会有多大的差距呢 这种传统伐竹工具 看起来如此好用 又为何在当地 未能普及开来呢 让我们通过比赛来看看吧 比赛双方各伐十根竹子 最后根据双方的速度和质量 得出最终的结论 那您平时用这个油锯 它一根竹子 只是推倒大概要多久 差不多四秒左右吧 要用两边上面计一下 下面计一下 好 三 二 一 开始 比赛刚一开始 双方就立马投入到了状态 油锯这边更是提前开动机器 准备着 哇 它这个 气齿先上来了 这边 而此时 另一边的伐竹简 已经剪断了一根竹子 刚一开始就处于领先状态 终于在噪音和烟雾的双重释放下 油锯这边的第一根竹子也倒下了 它很呆了 是的 是的 它就没有那个剪的剪的那么平 这个它这个都会比较高一点 你们剪几个了吗 大哥 第二根了 第二根了已经 听到伐竹简那边已经剪完了第二根 但油锯师傅再次开动机器 开始剪竹子 那么它能否追赶上来呢 就在油锯师傅这边去玩第二根竹子的同时 伐竹简那边的第三根竹子也倒下了 大家都卯足了劲往前赶 剪完的竹子已经铺满了旁边的小鹿 已经弄完了是吗 这边把鹿分住的都是你们砍的吗 最终伐竹简率先完成了十根竹子的伐竹任务 而在质量上也明显更胜一筹 从这次比赛的结果来看 竹林负责人对于伐竹简的剪切效果更加满意 这不仅仅是由于伐竹简操作方便 更是因为它能够更多地保留竹子的利用价值 竹林负责人在肯定这台伐竹简的同时 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对于当地的毛竹来说 8公分口径以上的竹子 还是占很大一部分的 并不是说我们8公分的测试好了 那我们开发16公分的 把它的隔动型号定位再大一点 这个理念是错误的 16公分的研发难点 比我们8公分的是更难 刀剂它很容易断 然后尺很容易分 那它跟我们8公分的材质 热出的工艺是完全不一样的 16公分的现在是测试基本完成 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测试之后 马仙鹏团队现在已经研发出了一款 16公分口径的伐竹简 虽然目前还在测试阶段 但是经过马仙鹏自己的测试 这台设备现在已经能够剪断 10公分左右的石木和14公分的竹子了 但是今天我们所在的竹林毛竹口径更大 这个还在测试阶段 并且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的伐竹简 能够顺利完成实地测试吗 万万没想到 这台设备虽然经过了多次测试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成功剪断 16公分口径的竹子 而且连刀片直接断开了 看来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研发的这个伐竹简 面对更大更坚硬的竹子 仍然无法剪断 我们这个咬合力刚好比8公分多了一倍 也就是咬合力是有4吨 现在的最大的问题点就是我们这个 刚才热处理的问题正在改 我们的毛竹的重量也在更部 在利用力也在更部 所以我们用材料砍最起码要两个节 两个节就要5 6公分 5 6公分那5 6公分就等于就废材了 马仙鹏的机器虽然并不完美 但经过层层测验 它在普遍而非极端情况下的适用性 仍得到了竹农们的认可 帮助竹农创造了更高的经济收益 伐竹的问题咱们解决了 可是这砍伐下来的竹子 咱们又该如何运下山呢 老王老王 我刚刚又卖了一批竹子 你看 帮我上一下车嘛 不行 怎么 我交点钱 交钱不行 我的脚痛 家住贵州省赤水市的阳城 这两天非常着急地 四处找人帮忙 因为家里种的竹子卖出去了 可是却找不到人来装赏车 他来找邻居老王 可是老王腿脚不好 就算加钱也不愿意帮他 那隔壁的小张会帮他吗 小张 我这儿有一大批竹子需要上车 帮忙忙忙 你说会儿有站里面 老王帮你干了 老王帮你下忙嘛 没想到小张嫌弃搬竹子这活 又脏又累 也不愿意帮他 杨大哥没办法 只能去找隔壁的大舅 大舅会帮他吗 大舅 大舅 我这儿有一批竹子需要人帮忙上车 大舅我实在找不到人 我现在这个年纪根本就干不动了 你就找别个 帮我上一项嘛 干不起了 干不起了 还以为有啥子好事 大舅年纪大了 根本扛不动竹子了 所以也不愿意帮他 杨大哥这竹子都已经订购出去了 可就是找不到人来装赏车 这可怎么办 谁能帮帮我嘛 竹子的运送上车为何如此困难呢 古埃发明的编导松赫赶往了当地 决定去一探究竟 那这个装车就是完全靠人工这么肩膀扛上去吗 是的 这个竹子我感觉挺沉的吧 是 这一会儿大概有多少斤啊 100斤左右吧 100斤 对 您大概一天工作多少个小时啊 一天 尤其做的话就有十二个小时以后 七八个小时以后 不等 那么长时间 只要尿场好大我们就随时都在装 晚上都在装 哎呀 那么辛苦啊 辛苦嘛是为了找钱嘛 那一天能装好多块 一天能装二三十吨 二三十吨 是 那您挺厉害 但是就是太辛苦了 我想体验一下扮这个竹子 我觉得这一块我连抬都抬不动 咱们有没有小一块的 我试 这一块小一点 这一块也太小了 就这有五六根 看我试试能不能抬起来啊 你放手 放手 试一下 然后咱们要 要走到这个 这个车上 从这儿过去是吗 哎呀 哎呀 我觉得不行 有点不敢走了 这好危险啊 这 我怕我脚踩空 因为 因为现在 现在扛着竹子 我是看不太着脚下的 因为我看前方 看不着脚下 我特别怕我踩空 然后这个竹子 没有找不到平衡的感觉 你们平时 是怎么练就这份武艺的 太累了 松鹤经过体验 也是深深感受到了 运竹工人的辛苦 而竹农所在的 贵州省赤水市 是有名的竹子之乡 竹子也是当地的 经济支柱产业 那么这些 与当地竹农的收入息息相关 有沉重无比的轻竹 究竟该如何运上车呢 我叫吴贾民 今年36岁 来自江苏宜兴 我有很多亲戚朋友 就一直在贵州这边 从事竹产业的工作 这个竹产业的竹原料 上车转运这个环节 就是太累了 所以我就在想 就发明这么一个 抓竹子的机制 能够帮助大家 就减轻负担 吴先生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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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我爱发明的小贺 咱们通过电话 您好 您好 我学生家名 你叫我小吴就好了 小吴师傅 您好 我听说 您研发了一个 那个能抓竹子的机器 就能把竹子抓上车 对 是这台吗 对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其实这个抓机 主要就是这一部分 我明白了 您研发的就是这个 机械臂加着这个爪子 用它来抓竹子 然后您只是把它 安装在了一个 装载工具上 对对对 抓竹子装在竹子的动作 就像一个人伸出手臂 把地上东西捡起来 放进兜里一样 它由机械臂和抓子组成 把它们装在 通用的四轮车上 通过操作杆操控 便可实现 将竹子装上车的功能了 这机械臂的外观 看上去非常单薄 而竹子可都是特别沉的 机械臂能有 那么大的抓握能力吗 我们决定做一个测试 让它把一台三轮车抓起来 这车可比竹子众多了 不知抓竹鸡能否顺利完成挑战呢 这可是一台三轮车 它的重量可想而知 其实说实话 您那个抓子这么小 能不能把这个车抓起来 我觉得还是保持怀疑态度 咱试试吧 那师傅咱们开始了 好 开始提吧 随着一声令下 机械臂立刻向上抬起 绳子被绷紧了 三轮车能拉得起来吗 没想到一台车就这么被抓竹鸡 轻松地抓起来了 证明它抓取重物的能力没问题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 竹子的大小长短摆放方式等 都是不确定的 且运输的路途 和最后竹子卸车的环境 也都各不相同 面对总统复杂的实际运输 这台机器还能成功的运输竹子吗 我们直接带着机器来找到了杨大哥 在经过一番介绍之后 杨大哥希望通过比赛的形式 了解一下机器的性能 于是一场人机大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今天比赛的内容 咱们要模拟一下竹子装车转运的整个过程 它包括咱们需要先把身后的这些竹原料装上车 然后由车拉到咱们这个院子另外一端指定的位置卸载下来 然后再这么往复运动 再回来装 今天比赛的这个场地就是咱们所在的这个废弃的院落 然后咱们所有两队所有的操作比赛内容都在这个院子里进行 然后这样也给这个 咱们为了测试机器嘛 给两队的条件都宽松一些 咱们就不上马路上去行驶了 对 那咱们今天也请来了这个裁判 裁判师傅其实是这个专门做主 对 收购竹子的这个老板 对 您收那么多竹子干嘛用 造纸用的 主要是造纸 咱们这个人员的配比 咱们是机器队 队 人工队 那你们这个力量有点选手 1比7 我们7个肯定干他一个 可以 那既然两队都准备好了 那我数3 2 1 大家一起开始好吗 好 3 2 1 开始 谁先转运完身后的竹子 谁就获胜 为了比拼速度 两队都迅速地加入了战斗 只见人工队的师傅们 开始了第一捆竹子的搬运 1 2 3 这时的小吴师傅 正站在一旁看热闹 那他的抓竹鸡 工作得怎么样了 就在人工队几个人一起喊着口号 抬一捆竹子的时候 机器队的操作师傅 则轻松地操作着手里的手柄 一次性将几捆竹子 一起抓上了车 看你们这个笑容 他腿没腿喊 这个有大捆 捆得乱麻麻的 他是小鸟层的 他说如果拿去没有办法 他就逼得应该是 应该是比一样的 这股子都在乱麻麻的 就是 就是一是今天捆太大了 二是他也没有堆好 现在从那个上面 拿下来也很费事是吧 是 就是有点危险 有点危险 对 你们注意安全 此次两队的竹子 扎的捆都比较大 并且堆积的高度比人还高 这就给人工队增加了难度 他们首先要两人协助 先将竹子从上面拽下来 然后才能扛上车 耗费的力气也就更多了 那他们还能赢得比赛吗 你们现在还有信心赢吗 有 当然有的 当然有的 就在人工队抓紧时间搬运的时候 抓竹鸡又抓了好几捆上车 没几下就装满了一车 你说吧 小吴师傅 我看你们这个一车已经装满了是吧 对啊 他那边现在刚装了半车 因为他们今天捆比较大 然后高处也不好往下拿 这就是我们机器的优势了 其实人工队今天吃亏了 这没有 这现实干活就是这样 机器队率先装满了第一车竹子 便马上开始转运到指定地点了 指定的卸车地点 一整车竹子倾泻而下 宣告了第一车竹子的转运完成 师傅 我看您这一直在这块拽竹子 就是搬竹子 搬竹子 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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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 那你们还有心心赢吗 没 干比了嘛 也给他比一下 比一下 你还挺有斗志的 输了嘛 就输了就赢了 干不赢了就没办法了 那速度是机器 经过第一车的转运 机器队这边的竹子 已经将高处和近处的竹子 都装走了 只剩下底下一层 和相对较远一些的竹子了 那么远处的竹子 机器能够顺利抓住吗 只见抓住机 张开了伸缩臂 抓子就像一只正在捕猎的熊鹰 朝着猎物冲了下去 您这是现在装了第二车了 对 第二车我看都装了一半了 再装两下就装满了 对 然后您就可以第二车转运了 对 他们那边现在第一车刚装满 那这就是正常的现象吧 张大哥 您这个我看是装满第一车了是吧 第一车快要装满了 是的 麻烦了 最后一款 最后一款咱们就装满了 第一款之后咱们就可以转运了是吧 是的 完了 我们这一车也完了 转运 咱们是不是得把这板还得借下来啊 走啊 可以走了 随着人工队将最后一捆竹子装上车 他们也开始了第一车的转运 人工队同样将竹子拿至指定地点后 第一车竹子也顺利卸载下来 就在人工队转运第一车竹子的时候 机器队这边又抓了几抓子上车 等人工队刚开始装第二车的时候 机器队已经将第二车也装满了 而且很快完成了卸货 小吴师傅 您这个第二车转运回来了是吧 对 那您现在是把剩下这一点装上车 咱们就转运过去就结束了 对啊 对啊 哇 这么完成了 好快啊 那必须的 你看这一爪子 就两口嘛 就两爪子就完事了 咱们现在是抓最后一爪了是吧 对对对 抓完这一爪 您这所有的竹子就都抓完了 对对 搞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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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放上车 咱们转运到那一边去 对 您就等于说比赛完成了 对啊 哇 好快啊 他那边现在刚干了一半的料 啊 当时 好 来 找到最后一爪 随着小吴师傅这边抓完了最后一捆竹子 机器队旁边的所有竹子就都被装上了车 而人工队此时还至少剩了一半的竹子没有装完 很快 机器队的最后一车竹子完成了卸货 那么这场比赛也就到此结束了 都挺了吧 都挺了吧 师傅们 小吴师傅率先把所有的竹子全搬完了 那咱们这场比赛就算是到此结束了 您觉得最终比赛结果是哪一队获胜啊 是我们的机器队获胜 啊 恭喜 恭喜 经过测验和比赛 我们看到了这台机器的实用效果 机器的性能也得到了专业人士的认可 机器成功的背后是吴甲民无数的努力与汗水 它通过机械自动化的手段 解决了竹子运上车的难题 然而运输过后的竹子是如何加工的呢 其中又会有哪些难点与故事呢 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当地盛产竹子 因而竹制品的粗加工业在当地颇有规模 一个个精美的竹制品 蕴含着无数美好的寓意 承载着我们对新的一年的期望 然而想制成这些精美的竹制品和竹板材料等等的第一步 就是要破竹 破竹指的是将完整的竹竿 批成数条均等的竹条 那么这项步骤困难吗 其中的难点又在哪呢 破竹条呢 应该说现在都很少人会破了 以前老一辈的还会破一些 做一些手工艺品 那现在都很少了 破竹条那个难度挺高的 精准度要很高 现在年轻人都不爱干这种体力活 这边要招这个师傅的话 他必须要能够分得清楚 这个竹筒的厚度跟尺寸 然后呢 现在呢 因为这种破竹的师傅 年纪也大了 所以现在这些 尤其是有经验的破竹师傅 那是抢手得很 原来为了提高竹材料的使用率 人们会提前将其 批成均匀粗细的竹条 然而面对修长坚韧的竹子 可不是人人都能破好竹条的 据说当地就有一位 顶尖的破竹高手 我们有一个师傅叫邓松玉的 松树的松玉七的玉 对 这位师傅特别厉害 据说他用肉眼都能够判断出 零点零点几毫米的这个差距 而且他破的竹条特别的均匀 他的眼睛比一八的人厉害得多了 看出来都很标准的 速度很快 他一看一看过一眼 他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那么大家口中的这位破竹高手究竟是谁呢 他究竟有什么高超技能 让大家对他赞不绝口呢 发展厚度其实不像他们说的 我们很厉害 就是很让我享福 像我们像这个毛竹多了 所以我们都跟毛竹打交道 我们像一两个一二毫米的东西 我们就比较详细地看得出来 整竹分拌 肉眼丈量 精准分条 这就是邓松义的破竹全过程 不仅要破得快 更要破得精准 当然 除开传统的人工破竹外 当地还有较为成熟的破竹机器 大炮机 这叫破某竹风的声音很响 像放缰炮一样 叫大炮机 我爱发明的编导亚亚 在进一步了解后得知 大炮机并不完美 她需要人工手动测量 竹子的粗细与厚度 再挑选合适的破竹刀片 来进行作业 同时每根竹子也需要人工搬运上机器 这让当地的破竹工人较苦连连 那么是否能有一台更好的机器 能弥补大炮机的种种不足呢 要知道破竹的难点在于均匀度 破竹厚的竹材料 不仅宽度要一致 不同厚度的竹材料也要分类规整 真的有机器 能完成这些复杂的操作吗 我叫李佛金 今年48岁 破竹机最难的环境 就在测量这一块 因为竹子有千枝百胎 我就想年花一台 沉重重的破竹机 把功能的残入降低 把效率提高 增加农民的收入 我的破竹最大特点是精准测量 快速破竹 减少竹子的浪费 那么李佛金的机器 真能做到自动上竹 自动测量竹子粗细 和分类竹子的厚度吗 这样看来 这台机器就像是一个 会破竹子的机器人 在破竹子的过程中 它可以将眼睛 扫描到的数据传送到大脑 进行计算 然后通过大脑计算出来的数据 选择合适的刀盘 进行破竹 最后 当一片片竹条 被破好送出来之后 已经早早等厚在出口的机械臂 将会拿走竹条 进行分类摆放 那么这台机器实际破竹的效果 究竟怎么样呢 我们提前挑选了一些 厚度和周长都不一样的竹子 准备进行测试 一个个竹子被机器的眼睛 扫描识别后 按照不同的规格破成竹条 最后再由机械臂 将它们分剪到相对应的区域里面 等待加工 7.73 7.8以下您刚刚说的是吧 挺准的 那这个宽度应该是多少 23 这个很准 23.2 23.29 经过测试 我们可以看到 这台机器的确能够 又快又准确地进行破竹工作 那么这台机器究竟会比 传统机器快多少呢 新式机器破竹的质量 又能否高于传统的大炮机 从而获得市场的认可呢 我们准备进行一场比赛 来得出结论 大炮机因为需要人工对竹子测量 因而破竹师傅的眼力 就极为重要 为了提高比赛的质量 我们决定 U中选U 从当第五位破竹高手中 挑选出前三甲 与新式机器进行比拼 那么究竟哪三位破竹高手 能脱颖而出呢 金金文师傅最厉害的破竹 这位师傅嘛 这位师傅 是最厉害的 就比您还厉害的那种 可能比我更厉害的 到底是哪位厉害 他厉害的 他更厉害的 真的 你们到底谁厉害 没有 他厉害 他是比较前世一点厉害 没想到比赛还没开始 几位高手却谦让了起来 到底谁的判断力最厉害 我们只能比赛 见分晓了 每人一百根竹子 这个是厚度和那个大小 都是不一样的 你们现在只是要挑厚度 就是把相应的厚度 然后放到那个 我们规定的那个框里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其实已经量好了 你可以看一下 原来为了更加直观地看到 几位破竹高手 目测竹子厚度的能力 我们提前将他们比赛用的竹子底部 全部都用卡尺 进行了测量和标记 最后选出三位 进入下一轮的终极选拔赛 那么到底谁会顺利晋级呢 比赛刚一开始 五位高手都迅速进入了比赛状态 拿起竹子只需要看一眼 就能立马进行分解 师傅你还两个一起啊 节省时间是不是 我们检查一下 好 我们检查一下 你看他这个其实都是对的是吧 你看都是棋 几位师傅 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手 补一块的功夫 一百根竹子 已经分减过半了 而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比赛前相互谦让的两位高手 都落后于最边上的这位大姐 插了一个其他都是五 全部都是五是吧 他很厉害的 他这个他很转 果然这位大姐没有让大家失望 他分检的竹子不但准确率高 而且速度也是一路领先 率先完成了比赛 好 结束了这边是吗 你结束了多少多少 他是多少 9分15秒 好 结束了是吧 好 第二名结束了 后面三位加油 好 最后一根最后一根 最后我们分别对大家分选竹子的准确度 进行了检查 并且结合速度 选出来了三位师傅 进行下一场的破竹条比赛 接下来的比赛 难度继续升级 三位脱颖而出的破竹高手 不仅要通过眼力 丈量竹子的厚度与粗细 还要手眼配合大炮机进行破竹 同时我们精心挑选了12根 厚度粗细都不一样的竹子 混在一块 作为比赛材料 那么最终谁能又快又好的 完成破竹工作呢 3 2 1 开始 不同粗细厚度的竹子 让破竹高手们需要不停地切换刀盘 眼力 手力 人机配合 心理素质缺一不可 第一位破竹高手 面对综合实力较量的比赛 他的表情虽然紧张而严肃 但速度可着实不慢 1分50秒43 1分50秒43 看到刘峰强的成绩后 邓松毅也不敢马虎 立即开始了自己的挑战 那么这两位相互谦让的破竹高手 到底谁更厉害一些呢 可以了 是吗 优势多少 停了 停了 就速度来看 前两位选手是十分接近的 正当我们都在期待 刚刚比赛第一名的大姐时 她却突然要退出比赛 没做过这行 我们选出来 然后再次跟没来 原来大姐只有眼力精准丈量的本领 对于破竹的实操却没有经验 在剩下的两位破竹高手中 邓松毅因破竹的速度与质量更高 最终取胜 那么这位优中选优的破竹高手 操控的大炮机 于新时机期间 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大小不一样 宽厚也不一样 这个有一百根吗 这还没有吧 一百根 也一百根啊 为了得出一个较为准确的数据 我们给比赛双方各准备了一百根 厚度与内镜各不相同的竹子进行比赛 一场破竹大比拼即将开始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新型机器 你也看到了 肯定是要比这个机器要快很多 但是这个效率到底快多少 然后我们最后得出一个实际的结果来 比赛刚一开始 比赛双方都快速进入了比赛状态 为了加快比赛速度 离火筋爆竹子的速度 似乎也比平时快了很多 只见一根根竹子送上机器之后 识别测量和破竹分解的过程都很顺利 使得新型机器一开始就在速度上 占有很大的优势 反观传统破竹机这边 虽然刚开始调试和换刀盘耽误了一点时间 但是在破竹高手邓松毅和搭档的完美配合之下 整个破竹条的过程也算很快了 您现在是十分三十人咬 您这边就剩这么一点了是吗 我看一下机器人工那边 他们那边马上结束了 您这边怎么样了呀 走走走走走 您看现在已经是十一分多钟了 您要抓紧了 好好 这根破完就结束 然后那边就结束 那边停着就结束 李大哥你把机器先关掉吧 好 总破了三十多根 这样的话您这边是三十多根 然后您这边是一百根的话 我们约算过来就是说您是差了三倍 那么双方破出来的竹条质量究竟如何呢 我们决定用卡尺进行随机抽查 最后虽然新型机器破出来的竹条 精准度要高于传统机器破出来的 但是对于用眼睛测量的邓松毅来说 他破的竹条质量也已经很不错了 经过这次的比赛 大家算是比较客观地看到了 新型破竹机的优势所在 能够在快速破竹子的过程中 减少竹子的浪费 但是为了更好测试 这台机器的综合使用效果 编导专程在市场上 找到了一台更为成熟的破竹机 这台机器体型更大 自动化程度更高 只是缺少自动分选 竹条厚度的功能 需要人工辅助完成 现在我们用的这台设备 它是用拍照 就通过拍照把这个数据就采集到了 那么这两台机器在运作过程中 哪一个破竹效果更好呢 我们准备再试一场 因为已经固定在这个地上了 这个抬不起来了 我们这边有几个地角螺丝 原来由于这种较大的破竹机 在安装过程中 都是直接固定到地面的 随意移动起来很难 再加上几乎每一个工厂 只有一台机器在运作 搬走的话工厂就无法正常生产 因此这场比赛只能在两地进行 我们准备分别记录 这台机器雨离火金的机器 完成100根破竹任务的时间和效率 首先我们准备先对李厂长使用的机器 进行测试 并且请来了福建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林业智能装备研发中心的主任高瑞 来当这场测试的裁判 这个机器的视觉是一个2D的视觉 它对光线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我们有看到看这个设备当中 对光线遮光的做的措施比较多 由于这次参加比赛的机器 都是依靠视觉识别的方式 进行测量竹子的 因此我们不但为双方 准备了100根厚度和周长各异的竹子 而且为了增加比赛难度 来考验机器的识别能力 我们在这100根竹子里面 混入了10根涂黑的竹子进行干扰 那么机器最终能够经受住考验吗 行 好 那咱们就直接开始吧 机器开动 机器运行得很顺利 很快 一根根破好的竹条就出来了 不一会儿 涂黑的竹子 也慢慢送入机器了 它会对机器的识别造成干扰吗 齐大哥怎么停了呀 报警了 随着被染色过的竹子 一根根的送入机器 这边的报警声也越来越多 我们只能先将 无法破条的竹子拿出来 完了吗 完了吗 就最后一个了 是吧 好了 好了 一百根好了 咱们现在整个时间结束了 23分46秒39 经过检查 李绍翔这边的机器 虽然破竹的均匀度还不错 但是一旦遇到竹子被弄脏的情况 就没办法破竹 那么李火金的机器 会受到涂黑竹子的影响吗 3 2 1 开始 测试一开始 李火金就将染黑的竹子 放进了机器 这件竹子顺利地通过了 识别和破竹过程 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正当我们以为 李火金要挑战成功的时候 机器却突然响起了警报声 原来机器在破 最后一根涂黑竹子的时候 识别发生了异常 这是为什么呢 为了证明这根竹子属于特殊情况 李火金准备再试一次 我们另外找了一根竹子 模拟之前的形状 把它完全涂黑 那么这一次结果会怎么样呢 好 我们试一下啊 过去了 过去了好像 是不是 虽然中间耽误了一点时间 但是李火金也算是顺利 通过了挑战 完成了比赛 看一下这是我刚刚记的时间 16分35秒93 通过现场检查 我们可以看到 李火金的破竹机器 几乎不受视觉干扰的影响 而且破出来的竹条均匀度更高 另外 由于李绍翔那边 有两个人工进行工作 所以综合来说 李火金的机器破竹的速度 要比李绍翔的机器 快三倍左右 破竹机的成功 让当地众多一线的破竹工 减轻了劳动强度 增加了破竹的效率 一个有着美好寓意 精美外观的竹制品背后 是伐竹 运竹 破竹 等多道复杂工序的结合 也是无数劳动者 与发明人辛劳智慧的结晶 当我们在日后再看见青竹时 或许脑海中不仅仅会浮现出 暴竹的冥想 更会不禁想起这群 为竹产业的发展 不断努力奋斗的发明人